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日本求学之外 也在英国做研究 那个是叫做Sheffield 英国学菲尔大学政治系 所以他在英国留学之后 也到我们台湾来做研究 对于我们的台湾的政治发展 有他的田野的范围 我知道他做云林县起家的 我就是云林县的 我们在座有李兰雄教授 是李万居前辈的公子 我们都是云林县的 就像家伯他做的是嘉义 所以他们是从地方开始 那么了解台湾整体的政治 所以印象中碰到重要的选举 他们出现在台湾的选举台演讲场 如果要去预测这个 选举的票数的话 很准 比我们台湾自己的本地的还准 这是我对于家伯的印象 同时也是对小丽媛先生 当然包括若林郑障教授 也都是台湾的研究的专家 其实我个人跟小丽媛 他们的团队也有一点点接触 就在2014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其实在 我刚才讲办展览 或者是研究李登会的过程 也很像在研究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是哪一年 去看过阿辉博 我们哪一年开了什么会 那个先后顺序要整理一下 那我最近整理就是2014年 八月的时候 小丽媛教授有写信到中研院来 那么他是在代表他们的团队 邀我去讲这个党外运动史 研究的概观及心得 那是因为我刚好在玉山社出版 那个有关民进党的口述历史 那个书名叫做《从建党到执政》 那之前当然也出版过 有关海外台独运动的口述史 所以他们日本学者非常敏感 他还要研究党外 从党外到民进党 以及这种台湾的政党政治的发展 就会注意到这一类的出版品 所以2014年的12月8号 我去他们找到田大学的研究团队 做了四天三夜的一个逗留 这样子 这也是跟小丽媛新兴教授的一段缘分 那像去年 我们国使馆举办台湾历史上的选举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小丽媛教授他的新书 台湾总统选举这本新书 日文版就已经出来了 我到现在不久前 这个中文版才出来 台湾总统选举 那么那个日文版出来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 我因为没有办法使用那个日文 来读这个学术专注 所以前我们的朋友 龚昭新先生做了一些序论 前言 种种翻译 那我在去年 我们台湾历史上的选举的 这个论文集的序 我其实也就有引用 就是小丽媛的书 小丽媛的著作 他认为1996年总统选举 这个是他今天也要演讲的一个重点 是台湾民主转型的终点 也是起点 作为起点 是指台湾人认同从此不断攀升 过去长期依据的一中假设 已经从台湾方面开始产生变化 因为他是总统选举 所以认知上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主权国家 不过他也指出台湾式的democracy 是有一些危机的 例如选民的一个自我意识 非常强烈 我就是老大 这个为政者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那样 你如果不好我就迅速切割 等等 这种从公民的角度来看 有互相矛盾的一些要素 柔杂在一起 选民的焦虑和不满 经常在寻找发泄口 我想向这些观察 可以某种程度的解释 我们过去几年的选举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物 暴起暴落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以一个 研究台湾政治的日本学者 能够看到这些细节 我个人是非常敬佩 我已经讲很多话了 现在要请小立元教授来开始 做我们今天的主题演讲 好 陈宜先关讲 李军毅副秘书长 各位先进 贵宾大家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小立元欣欣 下一次接获国系馆的邀请 能够参与今天的提供会 与台湾民族化学术研讨会 我非常高兴 也感到可爱荣幸 李总统去年逝世的时候 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多感想和讨论 让我们重新认知 李总统留下的影响是如此深刻 这个一年 国系馆主办 李总会与台湾民族化学术讨论会 对此 我表达有种的祝福敬佩 由于疫情的关系 虽然无法大家直接见面 但是透过细心方式 我也能援助参与 并交换台湾和日本方面的观点 今天我想讨论的题目就是 李总会与总统集选 回顾四分之一 四季的成就 去年 日本台湾学会举办 台湾总统选举的四分之一 四季研讨会 以洛林正将教授为首的几位 日本学者报告讨论 今天我想分享 日本学书界对李总统 以及总统集选的评价 对于家长非常有意义的会议 如果我能做出些微贡献的话 会感到很欣慰 总统集选的意义 1996年期限的总统集选 具有两层意义 一是作为台湾政治体制民主化的 李正碑 二是作为后民主化台湾政治的起点 关于前者在日本学书界 也累积了大量的文献 其评价已经形成共性 关于后者则是 历经的四分之一 四季后 后来无限的新观点 首先我从民主化的李正碑 这个观点进行整理分析 由每个选民亲自投票选出总统的总统集选记录 他说是证明台湾已经从威权主义体制 转型为民主主义体制的最佳政治 也是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拥有民主政治的重要理由 宋天康博教授认为 1996年3月 息息的总统选举 完成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这也是日本大都市学家的一级观点 从技术方面来看 台湾不管是行政面的村长里 乡政长 乡政长到总统 还是议会面的乡政民代表 乡政议议员到立法委员 全部都是由自由选举 加以选举 针对这样的政治体系 若林政长教授作出如此评价 就在中国大陆东南方 日本南方不远处的海上 出现了一个拥有民主体系的岛屿国家 这些从乡政层级到国家层级的 共级人员选举 任何一个拥有投票权的民众 都曾参与 成为选举共同体的一分子 台湾的民主化及自由化 是从讲经国时代末期 民进党的潜力和解除戒严令开始 对于这个过程 若林教授认为 以中华民国有效统计范围内的公民为主体的国民主权基督化 以大致完成 中华民国作为战后的台湾国家 已经借由民主的方式 更新了内部的简单性 1996年的总统选举 在民主化的政治过程中 卡书是新前选举共同体的最后一部 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 从此开始 台湾的政治进入了 或民主化的新阶段 虽然社会评价对于台湾的选举政治 有包有贬 但是从这场的很长时间的变化 我们也可看出台湾朝向民主多元政党政治的轨迹 基于李总统如何发挥影响力 推动既定总统集选的季度 台湾的研究文献已经充分探讨 所以我今天不需要对此阐述 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 关于总统选举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我想很简短的回顾 总统集选实施后台湾政治的变化 也就是台湾政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编 递总统上台后 成功地掌握台湾政治 扩设的中间区块作为民意基础 把两种民族主义往左右两侧 移压 创造了维持现状的空间 维持什么现状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李总统的意思是 民主化台湾化的中华民国体制的现状 李总统创造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概念 前为台湾社会多数人会接受的概念 再因为总统讲的中华民国台湾 是继承李总统的这个概念的 1996年总统选举中 李总统靠着相对温和和宽松的台湾认同 积极城 击败了站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民进党候选人 冯明明 以及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武党籍候选人 林阳刚及陈居安 当国民党的战争 达到巅峰 但是实际上 1996年选举 确实国民党衰退 民进党崛起的起点 国民党因为意识形态和党内结构的关系 内部意识隐行者 路线的矛盾和分裂的种子 国民党本际上的矛盾 就是一个暴起中国民族主义 Chinese nationalism的政党 却要在台湾或的中华民国政治体系内参与总统选举的 这个矛盾一直到现在都围绕国民党 李总统设计的台湾认同路线没有被国民党寄审 反而被连将抛弃 加深了国民党的矛盾 不仅如此 国民党还有着另外几个矛盾 其意义国民党在体系上属于中央集权式的政党 这种政党体积与台湾社会的多元化体积之间有落差 随着时代的变化 党内也出现了许多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国民党集权式的足迹 难以处理 常常导致内讧 在1996年选举之前 就有一成年拖党制成了新党 到了选举的时候 林阳岚及陈柳安也拖党了 2000年选举之前 宋子余也拖党了 后来马英族时代发生的马王斗签 让人记忆有心 12. 在威权主义体系时代 所形成的黑金体系也成为受到批判的原因 仰赖地方派系的积极结果 也是造成国民党的势力弱化的原因 国民党在选举时不得不仰赖地方派系 然而地方派系在本级上 却是追求各别地方利益的存体 1996年所执行的国大代表选举 当时当选的国大代表们的 各种行为在社会上遭到批判 也让这个问题浮上台面 另一方面 民进党则是因为有各个党外联系 结合的一个建党 所以除了反对国民党 追逐民主之外 难以达成政治理念的共性 党内普遍存在路线的矛盾 就是要解体中华民国建立新台湾国家的台湾民族主义 台湾ese nationalism的路线 与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参与总统选举的物色路线的矛盾 民进党面临首次总统集选的时候 还是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意义形态与现实政治的顾虑之间摇摆 陷入寄爱难行的状态 但是民进党在首次集选首次之后 转而在地方政治上寻求活力 马上就在1997年的现实战选举中赢得胜利 民进党对新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有时表现出对决的态度 有时又表现出拉拢及合作的态度 随着在地方行政上逐渐累积地理的经验 民进党逐渐成长为主义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 自1996年选举之后 原本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民党 逐渐走向衰退的道路 经过2000年选举之后 台湾的政治结构重新整编为南日两大阵营对立 刚开始还是南影战游戏 但是民进党在立方上逐渐累积息力 慢慢拉进与国民党的差距 程序变成功连任之后的2005年 国民党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转换了蒋介石、蒋经国、李东辉三代领导为止的反共青梅路线 这个矛盾在美中合作时代潜伏 所以不影响到马英九当选的2008年以及2012年选举 但是到了美中对立期待 这个矛盾才浮现的 2016年选举 民进党锁定危机现状的路线 不仅拿回政权 而且首次掌握立法院的过板十次 2020年选举 在英文总统与台湾选举项最高票连任 以长期的现象来看 作为核心机器主机的军工教 以及地方派系的凝聚力、松洞 国民党失去了游戏地位 已经的四分之一刺激之后 台湾政治主席 已经从国民党绝对游戏 转变为民进党的相对游戏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层面考论 总统集选25年的成就 以台湾人统的扩大和先化 二、两岸关系 新加工的新潜 三、台湾的国际农建度提高 以台湾人统的扩大和先化 所谓的台湾总统选举 其实 严格来说 应该签错 存在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选民为中华民国国民 主行选举的范围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以可替换为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规定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其他地道 透过集选 台湾的选民逐渐理解到自己的一票 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 有时候 选票选出最高领导人的行为 让民众自然而然地意识到 中华民国和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及我们的主权范围 及在台湾的地理范围之内 这两个细细 因为选的是总统 而不是行政厂官 或自治区首长 所以被认为是主权独立国家 不选人的竞选活动范围 及选民的自个范围都在台湾之内 所以被认为主权的范围也在台湾之内 虽然在法理上 应该签作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但是在现实上 确实选出台湾领导人的选举 这样的选举 其实主办了25年 过程中逐渐出现台湾总统选举的潜伏 如今很多台湾民众 在基地总统选举的四方都称之为台湾总统选举 大部分的5G媒体都使用台湾总统选举 台湾's presidential election 这个潜伏少数使用中华民国总统选举 ROC's presidential election 日本媒体全部都使用台湾总统选举 但是中国不能使用这样的潜伏 在中国 正确地称呼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台湾没有针对总统选举的意义 对民众施行政治教育 但是台湾社会对选举的关心程度非常高 不管是报章杂技、电视媒体还是网络上 关于总统选举的资讯、传递及意见交换 可说是相当频繁 不论媒体还是网络 一年到头 都有人在讨论关于总统选举的议题 对选举的关心 能够让民众意识到自己具有选民、身份 和修训一种最有效的自我建计教育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 具有广义的台湾认同逐渐或赏 所谓具有广义的台湾认同 包含了认定自己为台湾人的自我意识 认为台湾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想法 这是一种全面肯定台湾 相信台湾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意义 而且对于台湾的生活心态 抱起身后感情的意识 认同意识的先行 当然是因为有了外力、外人的关系 这意味着台湾人会对任何威胁台湾 或是对台湾表现出高高在向态度的势力 保持反抗 对象可能是中国、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国 台湾认同能够渗透到多数台湾人的心中 是李东辉政府的本土化政策 以及民进党的输出相互影响下的结果 但是这个议席能够在台湾人的心中彻底加根成长 却给归功于多年来不断执行的总统选举 总统选举所代表的台湾的公职人员选举 都成为一种生活模式 并成为广义的台湾认同的一部分 这一切的起点就是1996年的总统选举 台湾的年轻人从一出现到懂人情细部的时候 就知道大人都讨论总统选举 成长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之中 大多数的年轻人保持着台湾人同 它说是水到出钱 这就是所谓的天然毒 两岸关系新加坡的心情 李总统在1999年发表的两国论之中提到 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民直接选举 其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 即代表台湾人民 国家权力统计的震荡性 也挤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 与中国大陆人民完全无关 虽然中华民国国民没有改变 宪法体制没有改变 国民党掌握坚权的现况也没有改变 但是政治权力的根源却在精进的台湾化 这个过程 若林教授在台湾的政治书里充分探讨 自从台湾政治建立仅限于台湾这个地理范围的体制之后 两岸关系不再能够以单纯的国共内战的原先来解析 就算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双方同意结束内战 如果无法透过台湾的政治制度加以承认 也不止任何效力 原本两岸关系的架构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双方各自主张其震荡性 而双方目标都在于终极统一 但是如今台湾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于两岸统一台湾的民意积极越来越小 对于能够亲自投票选出最高领导人的台湾全民来说 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毫无吸引力 相较之下 中国则是依然坚持着这个架构 而且加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 因此对统一台湾的诱因翻身 对台湾选民而言 总统选主席向国际社会展示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的绝佳机会 对于中国所推断的两岸统一 台湾人能够以民主的方式对中国说No 不 由于台湾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势力都出现于对中国有力 总统选举成了台湾自我防卫的武器 但是在总统集选议题刚浮现的1990年代前期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的变化 在主任年代前期 台湾人在讨论总统选举的时候 绝大读书的人若不是站在民主化的观点 就是站在台湾内部权力斗见的观点 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总统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上 直到1996年总统集选及台海危机同时发生 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才察觉台海主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从日本和美国的大部分的学者的观点来说 两岸的现况主席中法人民共和国统计中国大陆 中法民国统计台湾 据法理而言台湾的总统选举与中法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 但是自从1996年总统选举时中国采取武力动化的手段之后 中国对台湾选举的感谢就成了常态 从此之后两岸关系就多了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因素 不过由于决定权是由台湾的民意所掌握 中国就算想要进行通胀收买点心 也会因为范围太大而难以锁定对象 从中国的异常来看 想要将台湾的民意朝同意的方向扭转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综合以上所需 以1996年的总统选举为起点 台湾人同开始新宪 同时两岸关系的新加坡新建 两岸关系的内行变成为中国与台湾的关系 中国对台湾的干渣也成为后民主化时代的台湾政治的常态 台湾的国际农建队提高 民主化转型后 自由民主公民社会的价值内在化 成为台湾地产生活景象的一部分 也会让外国人进一步练习台湾 逐渐提高了台湾的国际农建队 不管是台湾民众对台湾各地乡土地时的关心 各种估计或地习习建筑的保存运动 或者夏秋再造 环保运动 还是其当差环岛的风气 其实都提现重视台湾 坚持加快土地的台湾认同意义 以台湾为主体的电影会卖作 也是具有相同的道理 台湾的主要大学大都下有关台湾史或台湾文学的卡式 许多大学生及研究所学生都在进行关于台湾的研究 原来这都是台湾国内的风潮 却成为海外学者、学生、媒体人接触台湾、研究台湾的新广道 公民运动也逐渐发展成熟 主流抗议、潜水边政府贪污 抗议、马英族政府的两岸政策等 台北市的街头 经常出现为某10万人的抗议活动或示威游行 各种重视公民价值的活动都受到广泛的积极 旅游可能是同情在军中遭虐待儿子的年轻士兵 可能是同情因为地方政府的满汉土地开发计划而吸出田地的农民 也可能是对期盼同性封印合法化的少数派 抱起同理心 除此之外 台湾民众对于人道援助活动也表现得相当积极 发起太阳发学用的学生们 占据立法院的行为 明显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虽然在台湾社会上引发养基的看法 但是台湾的警察单位并没有强行处理 其后对于这些学生的法律行动也相对轻微 导扁运动人士 占据台北车厢旁边场地也没有被强行处理 台湾政府不强行处理的传统 源自于1990年野百合学用的时候 当时李总统对内政部长属随的命令 不敢于危害学生 台湾有许多人愿意向街头主张其政治诉求 同时也许多人愿意尊重别人的释出权利 理由就在与台湾民众 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结束了长期的威权主义体系 这个概念和自信在李东辉 时代培养出来 并在台湾社会上传承了下来 过去很多内外评论 对台湾政治进行批判提出负面评价 认为南日两大阵营的对立 失害了政治效率 及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我自己也曾做出台湾的民主政治 笼罩在昆顿港中这种评价 但即便如此 在西西总统选举的这四分之一 四季里 台湾的政治还是负大 许多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 中西自由民主及人权 家类南农卡贵的价值都在台湾西建 不同于缅甸 在台湾政府不用担心 政权会落入军队的掌控 不同于香港 群众运动也不会遭受警察或 戦爆部队镇压 族群融合及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等 多文化主义的思想也受到理解和接纳 这些现象所展现出来的具体成果 就是女性在社会上有充分表现的机会 同性婚姻合法化 对外老的接纳度高 母友教育的扩大 人道助援活动等等 对于这些广泛的成果 海外学家、专家、国际媒体、联权团体等 逐渐开始关注台湾 他们不谋而合 主动拿来台湾和中国的案例 做出比较 很自然地对台湾有同感 对中国有警惕 这就是台湾的软洗力 今天3月 中国突然禁止进口台湾风铃 意图应该是打击台湾的农民以及在政府 加者新闻在日本国内大量报导 很多日本民众到超商找台湾风铃 结果 今年日本进口台湾风铃是去年的七倍 真的惊人的成长率 虽然还没办法全面代替中国大陆市场的销量 还是能弥补相当程度 背后的重力 或许有人讨厌中国的做法 停台湾风铃 或许有人喜欢珍珠奶茶 对台湾的食品有兴趣 才买台湾风铃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台湾的综合性软洗力 发挥影响力的例子 今年5月 台湾突然发生疫情爆发 陷入疫苗缺乏更进 当时 日本和美国迅速提供疫苗给台湾 日本国内的民意 大部分欢迎激起日本政府的决策 这也是台湾的软洗力吸烂的 不仅是日本和美国 欧洲的地台湾 捷卡 都表态提供疫苗给台湾 去年捷卡的国会议长 访问团访问台湾 并在立法院演讲说 关门是台湾人 地台湾 在台湾 都在台湾没有地原战区的因素 而且他们明明知道 对台湾有上的代价是中国的报复 但是他们还是听台湾的 台湾的软洗力的核心是民主政治 对此李总统推动民主转型的贡献 当然非常大 李总统除了西线总统集选之外 还推动物系外交 本地本作家 司马辽太郎 对台湾在美国 卡丽大学演讲 台海危机中不出乎中国的压力 都市吸引海外媒体 海外联系 对台湾民主台湾的关注 李总统卸任前一年的1999年出版台湾的主张 也向国际社会发送台湾的声音 李总统一直努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农舰度 而且成功的比江津国时代高 不仅如此李总统博下台湾软洗力的种子 后来台湾政府官员民间团体专家都做努力 在各领域提高台湾的国际农舰度 现在台湾的国际农舰度比李总统时代更高更广 对此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贡献 结论民主的登塔 虽然台湾还有许多再改善的问题 但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都稳定发展 政治方面民主化后已经经历了三次政坛轮起 同时推动了各种改革 经济方面人均GDP也超过28000美金 许多台湾企业都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企业 社会方面台湾有先进的医疗水准 以及国民健保制度 生活虽然不具有下方 但相当稳定 中华民国虽然无法参与各种国际足迹 但是许多台湾人及非政府足迹 在国际社会上相当活跃 台湾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中西等各方面的实力差距 年年扩大 主席对台湾越来越不利 这的确是不正的细细 中国媒体 中国媒体非常喜欢 在国际上指断 在中国国内无法流浪 即便如此 两岸之间的影响力、作用方向绝对不会是单方面的 中国还是有国民 会关心台湾的民主战略 中国都是在国民看不到的地方决定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对外公布 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却是有国民投票选出 过前完全透明公开 很多中国国民都很清楚这样一点 在中国民众不能公然批评领导人 但是在台湾电视上、谈话节目每天都在骂总统 街头上经常有抗议政府的机会及有心活动 直到这一点的中国国民也不在小事 对于中国来说 台湾的民主战略将能够发挥东塔的作用 东塔所西方出的光芒有两个效果 第一是照亮中国政治体制的黑暗面 第二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发挥铃寒的作用 从中国大陆的立场来看 台湾社会的主持 同样是以中华民族为主 这样的台湾却实现了民主政治 这个气势长期下来一定会以各种的方式 对中国造成影响 中国为了之前两岸统一 它说是无所不用提及 但如今的台湾依然是一个不受中国共产党统计的独立国家来用作 连中国也无法改变这个事情 国际社会都在看 台湾的民众虽然对台湾式的民主政治感到不满 但是主张放弃民主主义的声音在台湾 它说是微乎其微 几乎没有台湾人会因为觉得民主政治太缺乏效率 而憧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转积政权 台湾的选民抱起着我最大的想法 通常批评政府 因此很容易造成政治摇摆 但是他们心中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而非中华人民共产国 这样的台湾人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我作为一个日本学者 渐渐的台湾民主政治的齐齐夫妇 台湾人统在社会上扎监 因此台湾人主动接受两岸统一的可能性 已经几乎没有了 中国剩下的手段是武力、强制力、对协力等等 非合併手段 在未来的例子里 台湾恐怕还会遭遇更多苦难 即使如此 台湾的自由及民主政治想必还会延续下去 台湾的民主政治与台湾人绝对不会放弃 第一,李总统创立的总统选举的历史也不会中断 只要有总统选举,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会长久延续下去 只要有总统选举,民主的根塔就会持续西方光芒 那我的演讲到此为止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 我的发行为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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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后还有继续学术交流的机会 我希望可以看大家 我希望今天在会计的情况 我希望今天明天的会议圆满成功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快乐 谢谢 非常感谢小丽媛教授精彩的演讲 这样的远距视讯 虽然这个声音影像还是很清楚的 可是对于双方讲的跟听的都还是有点辛苦 这个时间也不短 所以非常感谢小丽媛教授 以及我们在座的贵宾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就可以面对面的来交流 如果要回云林县 要通知一下 登记婚联的增加 我刚才看资料 不止我们有云林人 我们的李静怡女士 她也是云林人 除了李兰雄之外 因为小丽媛教授大概从至少2000年开始 每一次的总统选举 2004、08、12、16 她都有写文章 那发表在日本的这个学术刊物 有一个叫做日本台湾学报 所以她现在的新书 应该是建立在过去收集的资料 然后再把它理论化 比较从台湾正认同的部分 再把它串接的 那其中我看到2004年 还有一本有趣的论文 发表在东洋文化 从马英九的博士论文 解读日台渔业谈判 很厉害 注意到这个马先生的博士论文 所以小丽媛可以说是台湾通 欢迎这个疫情过后 我们常常可以在台湾见面 或者我们去日本跟您见面 所以这一场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小丽媛教授